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 HIS 2020年的Form 5 Revision Crease MC第14條 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題目 它就說在Figure裡面 AB就是1cm 不如這樣吧 我拿一支綠筆 它說什麼 我記錄什麼 很多資料在這裏 AB就是1cm 我簡單一點 不記錄Cm 不如這麼煩1cm BC就是這條 就等於CD 等於DE 就等於2cm 即是這三部分一樣長 我隨便一部分 這個叫2 三部分都是2 另外EF就是3 即是我知道現在這部分是3那麼長 它就叫你找什麼 Find the distance between A and F Correct to the nearest 0.1cm AF的距離 如果你問我AF的距離 老實實 我覺得應該是紅色這一部分 我怎樣可以找到紅色這一部分的距離 我看到一些東西 如果我把這一部分延伸 不斷延長 不斷延長 我用藍色不延長 我把這一部分垂直地不斷延長 即是這個位置是90度 其實你不難發現 現在你看到一些東西 其實我會看到些什麼呢 不如告訴你 這裡長1 這裡長2 即整大部分是1加2 就是3 所以加上這個3 就是6 所以整個距離這一部分 其實是6cm OK 上面這一部分 看真一點 這一部分 這三部分一樣長 也是2 即是這部分是2 這部分也是2 所以拉到2加2 這部分就是這部分 2加2就是4 即是換言之這一部分 其實是4cm 那你碰到了 那你想找紅色的距離 這裡就有一個直角三角形 不如我屬性叫做ABCDEF 沒有G點 不如我叫這點叫做G點 那就方便我們等一下去present 那我就告訴別人 就是在這個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AGF 那AGF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根據這個particles theorem 不是令理 就是斜邊的意思 我用color給你 斜邊就是紅色那條 就是AF 它整個東西的二次 就會等於另外兩條邊 分別就是4和6 它們的二次相加 OK 原因就是particles theorem 當然中文就叫做 不時定理 中文就自己寫 所以其實換句話來說 不再用那麼多color 即是AF的二次 就會等於44 16 再加66 36 加上就是52 所以其實AF 就會等於什麼呢 如果你調過二次過去 就會是正負開方斤52 如果你按機的話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我們不如按一按 按個開方斤52 好嗎 那就 開方斤52 山褲湖 那就是7.21多 所以換言之 我們會知道 AF 如果拿0.1cm 這樣就正負開方斤 對嗎 所以其實我們 如果拿0.1cm 即是在 這個位少數 後一個位這裡 切開 看看是否需要445 1就不需要445 所以應該拿7.2 所以第一個答案 就是拿7.2cm 好了 好了 我拿走部機了 好 AF 還有負那邊 就是7-7.2cm 老實實 AF 即是紅色這條線的長度 有沒有可能是負數 負7.2 即是甚麼意思 負難道代表縮入7.2cm 沒有可能 所以這個就是rejected 中文就叫寫去 所以正確答案 都應該剩下這個 7.2 那有沒有呢 有啊 正確答案就是A 好了 就check check 看看大家今天 有沒有甚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 我們再見 拜拜